昨天刚刚接到了一个 in-person的audition 然后今天就要 三点钟就要过去 这是一个广告 而且是一个平面的广告 这是我 Agent Submit给我的第二次 in-person的audition 因为是一个print的广告嘛 不需要台词 它只是过去 看看你的形象 给你拍几张照片 然后大概了解一下 看看你这个人的 这种personality 这种大概我觉得 应该就可能就完成了 可能会问你几个问题 有audition都去试嘛 广告付的钱比较高 所以的话 那当然如果能够被book的话 那是很好的 可以赚多点钱 可能拍一天或者两天 它是分为几种 一个是拍摄 一天多少钱 从几百到一两千 然后还有就是使用 你使用 一般是它也有个范围 是国内使用 还是说国际使用多少年 一年还是两年 然后有些还给的蛮高 这个的话 它使用两年的话 是五千还是六千 我有点忘了 所以这种广告 类似拍拍广告能够接下来的话 也是很好的 相对来说轻松一些 然后付的钱会更多 还有跟大家预告一下 这个星期六的网上 像七点钟在查普曼到齐电影学院 火的片子 金的screening 欢迎有在洛杉矶的朋友 特别是在偶尔 orange county的朋友 那边很近嘛 欢迎 昨天还在发的vlog 当然这个拍摄是在去年12月拍的 然后现在是大概三个多月 已经全部后期做完了 在学校里面做展映 这个片子是我主演的 之前拍了很多片 多数都是不是第一主角 我这个片子是第一主角 这个故事就是讲我 讲我这个人物 这个金 所以的话 希望大家有可能的话去看看 因为我对这个片也是付出了还蛮多 从找朋友找老师去指导 以及在拍摄的时候 拍摄之前跟导演的沟通 rehearser都是花了很多时间 对 所以这能基本上代表我目前的水平 希望大家来 然后看了 也给我去一些指点 谢谢大家 再说一下时间 这个星期六七点钟 Chapman Dodge电影学院 那又回到这个广告 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广告 在美国很多广告 他会找一些特定的主意来去拍摄 或者是一个同样的片 他会找各种主意的人排不同的版本 因为他要照顾到不同主意的受众 包括语言 就不单是你的人 你是亚裔 甚至他让你去说国语 特别是政府的一些广告 宣传的一个广告 那就更加是每个族裔 每个不同的语言都会照顾得到 所以的话关于保险 关于一些社会保障 什么公共设施 电力 这些可能很多都会拍很多个版本 所以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就有一定的优势 比如说他 我今天试的就是写的是东亚裔的 50岁左右的一个patient 或者是husband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这个我的竞争 也就是集中在跟我一样的身份上面了 所以的话 这个对我们演员来说是挺好的 然后机会来说也会更多 这就是美国拍广告的一些特点 这个是non-union的一个commercial 如果是union的commercial的话 那它配的会更高 美国这种拍摄广告的方式 跟中国就有点不一样 在中国可能就是一个版本 只是会做不同的风格 和不同的idea的一些版本 不会说是同样的版本 做不同主义或者语言的这种区别 今天我们来的这个casting office 是在Glendale 那Glendale是Pasantina之后 仅挨着那个Burrbank 下一个再过去 就是再往西就是Burrbank 所以这边也很多studio 也很多casting office这些 到了就在这了 好像就是这里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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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tion的话一定要早一点来 不要把时间卡得那么紧 卡得那么紧的话 如果你遇到停车的问题的话 你就会耽误很多时间 进去登进了一下 然后就在这边等 里面可以坐 外面也可以坐 这个地方除了停车不方便 其他都挺好的 这个地方除了停车不方便 我特别喜欢这种建筑 做一个工作室 loft 它那个casting office也不错 做完了就进去先拍两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拿着你的名字 然后有你的号码 第二个照片的话是拍微笑 在外面风太大了 我还是回来跟大家在车上说 安静一些 那进去就是先拿着自己的名字 号码拍一张照 就是close up 大概是这 然后再一个是微笑的 不要录此的 然后再就拍手 把这些手放在左边 这样给他看手 然后再有一个是带笑容的 然后录牙齿的 然后再有一个 他让我转一下侧面 然后再看前方拍一张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他在跟我聊一些天 这个casting director和摄影师 都是一个人 里面就一个人 他就跟我聊天 你平时做过志愿者吗 他说 然后我就一下没想起来 我就瞎说了一个 我说做过 然后他说做的是什么东西 他说是给剧院里面做前台 就没有说详细的 大概说了一下 然后他说你什么事情 让你很开心 很有热情去做的 我说是冲浪 他问我冲了多久 然后去哪里冲 问我是不是要穿wag suit 其实这些问题都不重要 他其实就是让我放松 然后同时找到一个 把你的最想最喜欢的事情给想调动起来 然后接着他就要拍另外一张照 就是他要拍一个照 可能是视频 或者是照片 没太留意 他就叫我拿手机 你就想象你在用这个APP非常好用 你很满意露出笑容 另外一个就是拿签字的一个PAT 拿出来在上面看 打勾勾 签字 然后感觉非常简单 一目了然 这个看完之后也是很满意 觉得太方便了 那么容易就填完了 然后看着前方 哎感觉啊 OK我什么事情都做完了 我可以去冲浪了 其实他就在引导我前前面说的东西 和后面他想要看到我的那种感觉 和表现的东西结合起来嘛 就这样完了 然后就OK 他说今天就就这些 谢谢 然后你现在可以走了 谢谢 然后就走了 那整个过程其实就是 我当然没有那种经验老到那种 就是应付从容啊 或者说表现的非常自如潇洒 还是有点点就是 没有那么放松啊 面部的这种肌肉表情 我能感觉到不像现在我跟你聊天一样 那么自然 是会有一些可能会是在想 哎他问这个说这个 我我我我我应多多少少可能用非常短的时间 在反应 哎我我应该说什么 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 process 这种 process 这种他的这种啊 反馈吧 OK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啊我这个 commercial的audition就结束了啊 不管他 呃有没有希望 反正不去管他了 如果他会call back 我那当然更好很开心 能赚钱啊 call back我也不一定能最终选上我 但是anyway 反正做完了就可以了 以后多去几次这种 in person 就会越来越从容 就就就变得很自如 就好像去见一个朋友 聊两点 聊几句天 聊完就就就给他们留下 这种一个 casting 最终选择的一个依据嘛 就是你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的形象怎么样 你的反应怎么样 是不是符合他要找的人 OK就这样哈 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回去咯 拜拜